好来看最近灰头土脸的行政院 花了大钱将近五百万做的这个 经济动能推升方案的广告呢 不过大家都说看不懂 从头到尾不知所云废话连篇 被网友检举说是诈骗集团而遭到下架 虽然被各界骂翻了 但是行政院却似乎依然自我感觉良好 今天强调这个广告停播 是因为已经达到了宣传效果 打开行政院政策引用网站 想找被网友骂翻天的 经济动能推升方案广告 不好意思 已经被删除 因为内容说啥 听都没 被网友检举 影片网站破天荒 砍掉行政院五百万大把银子 制作的政策宣传 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注意 关心 广告下下引发争议 想不到这档尴尬事 行政院去解读 影片网站帮了大忙 广告已经达到宣传效果 才决定停播 但网友批评 这种说法根本是在找台阶下 大串联推出全系列备份版本 国台客宇三声道 机器动能推升广告全都录 网友发挥正义感 要政府别为错误 自圆其说 但没听到的是 护替批球的坏期望 只有胡华英人 他发想 那么来提出这样的一个 文宣的一个策略跟步骤 被骂翻的广告 谁搞出来的 行政院大脚一踢 皮球到了很有点的 前发言人胡又伟找编 不过胡又伟也没打算 照单全收 一个妙传 原来创意点子来自他 知名广告人 黄文博 被点名是罪魁祸首 黄文博不愿出面回应 强调他只担任顾问 不是灵感发想者 同时听广告背书 认为广告被停权 实在不可思议 因为内容没有暴力 没有色情 难道因为民粹 就要低头 就要把没有伦理道德问题的 行政院广告下架吗 实在有点不太公平 在YouTube之前还有脸书 行政院精进动能推升方案 草传借鉴想打天下 如今不但招式已老 还被网友万箭穿心 精进动能还没推升 累积的民怨先不断提升 中心的刘旋王正 台北采访报道 中心的刘旋王正